各位觀眾各位網友,歡迎大家收看維勞Start Talk,我是鄧飛校長 最近由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和香港結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 和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聯合搞了一個問卷調查 調查了五百多位大學生 了解他們回大灣區和內地發展的意向,尤其是實習那方面的意向 我們看到的數據顯示,受訪的大學生超過六成都願意得到一個實習機會 其中五成左右願意回內地去獲得一個實習的機會 這裡有幾點值得大家注意的 第一,之前有些傳媒說是否只有五成、六成人願意回大灣區的習慣 其實這個說法是很不公道的 因為你問任何一個城市,無論是內地城市還是海外的城市 其實願意來鄉別井去其他城市去進行一個事業的發展機會的人 都不一定是很高比例的 不一定很高的 香港有五、六成人是很不簡單的 始終香港人的性格都是喜歡東北西跑 四周去找事業發展的機會 所以有五、六成人其實是相當好觀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回內地實習 大家很多受訪的大學生都願意回內地實習 問題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夠不夠 足夠的實習機會 給這些同學生回內地實習呢 實事求是這麼說 一方面 民間的企業 不論是香港企業 或者是少數的內地的國企 或者是中資企業 或者是民企 都提供了不少的實習機會 給我們香港的大學生 去回內地實習 例如暑期的實習課程等等這些活動都有 但是另一方面 單靠 民間企業的一個提供的實習機會 是不夠的 因為可以實習的 職位的數量始終有限 其實在這裏是需要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的政府 是要做一個政策的配合 一定要有政府政策的配合 才可以將這種在內地實習的機會 就是將它常規化 規模化 和制度化 就不是單靠民間企業自發 做這樣的數量 很有限 要注意 真的需要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部門一起 有這個政策 去配討 第三項要注意 我們所說的實習機會 都是 同學在大學畢業 或者專上教學畢業之後 才匆匆忙忙回內地 看看可不可以有實習機會 其實嚴格說他畢業之後都不是找實習 他是找工作 但是如果一個 香港的大學畢生 或者專上 學院畢業的同學 回到內地 他沒有任何內地工作經驗的 實事求是講 內地的國企 民企 事業單位 怎麼會無端端請一個香港的學生 是不是 你完全一無所知 對內地 我還要請你 內地每年的大學畢業的同學 已經是多到不得了 以百萬計的畢業生 那我何必要請香港 香港其實沒有給你 香港的同學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所理解的 提供給香港大學生 和香港的專上學校的同學 實習機會 就不應該是在他 學校畢業之後 才提供實習機會 應該是在他 在讀期間 就已經有一些 實習機會 那是最好的了 其實這個在政策上 都不難做到 一方面 香港其實有相當 應該是越來越多的 香港的大學 比如中大 科大 浸會等等 在內地開始分校的 按照目前的政策 這些香港的大學 在內地的分校 只能夠招收內地的學生 不能招收香港的學生 那其實這個政策 可不可以拆場鬆綁呢 容許本地的大學生 有一個學期 或者有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回到對口的香港的大學 在內地的分校 比如香港的中大學生 可以回到香港中大 在深圳的分校 去有一個學期 或者一個月的實習 或者是一個 交換新的計劃 在他再讀期間 已經獲得一個實習的機會 可以回到內地 去讀書 去了解內地的發展情況 獲得一個工作體驗的機會 去結識他的人脈等等 就好過等他畢業之後 兩眼一目黑 盲頭烏鷹地回到內地 怎麼找呢 找不到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與此同時 香港也有很多 職業道向的專項教育 例如high debt等等 目前來說 這些專項教育 職業實習的機會 只能在香港本地的企業 找實習的機會 這始終是有限數的 可不可以由特區政府 以及內地的勞動人士 這些部門 去找內地的一些企業 或者一些 可以Serve 內地的 專項 或者內地的大專 職業教育的學校 實習的企業 或者實習的部門 他可以提供給 香港的 專項教育的同學 都可以在內地的 職業道向的 實習的企業 或者部門裏面 一樣獲得一個實習的機會 就不是說得到他畢業之後 才匆匆忙回內地找工作 一樣個道理 如果是特區政府 以及對口的內地的政府部門 能夠在政策上 漸似打通兩地的 學生的一個實習的機會 我覺得 可能會有更多的本地的大學生 本地專上學院畢業的同學 願意回到大灣區裏面 去尋找他的 職業人生 多謝各位 各位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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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